还有人说 因为都一直阴雨绵绵的衣服晒不干 怎么办呢 那会搭配除湿机来晾衣服 但是如果你用对方法 就可以大大缩短晾衣的时间 像是你这个除湿机的一个衣物 你跟它衣物的摆放位置 出风口一公尺内 以及左右摆动了两公尺内 还有你除湿机摆放的位置 空气对流的中心位置 还有就是距离墙面要有50公分 小Pepo带你来看 人是几天滴滴答答 衣服晒不干的你 眼泪也哗啦啦 又湿又不见阳光的日子 到底有什么方法把衣服晾干 除湿机是不少人 室内晾衣首选 但怎么用最有效 有Pepo 达人建议把湿度设定在65% 不但省电又不怕空气太干 水分流湿 如果厨师机只能设定模式 记得转换成烘衣 晾衣模式 或是设定厨师的地点 更有效率 晒衣服的先后顺序 也是关键 可以将长的衣服 放在晒衣架两侧 短的衣物则放在中间 N字晾衣法 衣服会干得更快 除此之外也要记得关闭门窗 把除湿机放在室内中央 并且搭配风扇使用 衣服会干得更快 不过要注意 如果把衣服放在除湿机的出风口 容易导致机体散热不良 就会有着火风险 新好的衣服 如果家里有烘衣机的话 还可以放一条干毛巾进去 这样子烘衣服会更有效率 干毛巾跟着衣物一起烘 可以协助将衣物水分带走 烘衣更有效率 专家表示 如果家里没有除湿机和烘衣机 其实一台风扇就很够用 只要掌握紧禁门窗 搭配N字晾衣法 就能大大缩短晾衣时间 华市的方庭送一张台北报道